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杏汁豬肥湯 看看什麼材料和做法 這次的材料比較豐富 做法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做起來很簡單 豬肥最好叫豬肉檔處理啤水 但處理完後回家也要多洗一會 首先浸藍不幸 記得藍杏永遠比不幸 藍杏比較大粒 不幸比較小粒 最好分開買 藍杏叫甜杏 有潤肺止咳和補肺功效 而不幸叫苦杏 比較小粒 但不能放太多 因為有輕微毒性 但止咳平寸功效也很好 有乾肥稀止咳喘的作用 藍不幸和白米也要先浸兩個小時 菜乾就浸半個小時都可以 而瑤柱浸兩個小時都可以 因為浸了水 水千萬不要倒 水我們要放在煲湯一起煲 現在看畫面就是雞腳 買了八隻雞腳 和排骨頭我早一天買回來用粗鹽醃了 記得買回來不要洗 直接用粗鹽醃一天 第二天 現在就洗了它和飛水就可以了 現在畫面就是豬肺了 每次說出豬肺湯 朋友都會說 豬肺湯很多功夫 雖然好喝 但自己永遠不會煲 但其實給多一點錢 豬肉檔幫你處理 便很方便 一個豬肺十多二十元 你可能給多十元至十五元的功夫 便會幫你飛上水 蓋上水 你回到去 都是用水又水 入到喉嚨那裏 按多四五次便可以 如果你真的不想浪費錢給肉檔 便唯有自己拿回家 飛多幾次水 飛到白酸酸便可以 雞腳和排骨頭已經飛了水 我們要洗乾淨 雞腳剪不剪腳甲 剪一半或剪完 或者不剪 適除專便 雞腳很豐富的骨膠原有膠質 還有豐富的鈣質可以去皺紋 出盡發育 特別適合麵王人食便最好 陳腎即是乾的鴨腎 我們用熱水浸泡五分鐘 之後剪比較容易 陳腎要剪掉才更出味 陳腎有下火清熱器和清肺熱功效 還可以養胃和健脾功效 畫面看到的就是銀行 銀行有降低膽固醇 預防心腦血管疾病 還有抗氧化和延緩衰老的功效 但記得銀行內的心一定要剪掉 還有不建議生吃銀行 如果小朋友吃五至十顆生的銀行 有機會中毒 大人也不要吃那麼多 煮熟後也不能超過量 小朋友最多一次吃五顆 或者大人一次吃十顆便足夠 現在畫面看到我正在切豬肺 我不會切太小 因為白鑊做完後便會縮得很小 還有豬肺中間有條喉 不要扔掉 都很好吃 待會處理乾淨 撕掉肥膏和脆髒的東西 就可以用來熬湯 豬肺含有人體所需要的營養成份 包括蛋白質 脂肪 鈣 鐵 煙酸 維生素B1 B2等等 豬肺功效有補虛 舒緩肺虛咳瘦 幫助狗咳的功效 這個湯除了好喝之外 止咳潤肺的功效一流 的確這個湯比平常熬的湯複雜 多功夫少少 但真的很好喝和好潤肺 所以浪費多一點時間熬都是值得的 你看我今天要用10分鐘以上的時間去分享這個湯水 可想而知是真的多一點點功夫 還有我剪片的時候已經盡剪了 剪到真的不能再短了 大家要有耐性少少去看 還有豬肺未必個個懂得處理 所以我今天會用多少少時間去營這一部分給大家看 希望喜歡這個湯水的人可以自己熬到 或者工人姐姐學來熬都很好 喉頭最好剪開 因為怕裡面有少少髒東西 剪開就清潔乾淨一點 吃都吃得安心一點 封肌不買給我 喝酒 兩瓶子 晚上 每次抽策 讚 也會有檢查 做一瓶子 快點 編租 很美味 沒人 居 現在 既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再加少许粗盐去散一散去 过多两次水就可以内炒了 我们大火白锅下去炒 白锅的意思是不需要放油下去炒 不停按炒 看到出水就倒入水 我这次倒了三次水 如何为止完成呢? 炒到没有水再出来就完成了 这个过程需要十多分钟 有点耐性 炒到没有水的时候 已经干了水了 我的猪肺不再飙水的时候 我们就加少许粗酒去炒一炒 逼感它的酥味 整个过程都是保持大火 蘸点酒下去 一会煲汤没那么腥 就很好吃很香的了 菜肝我建议切得很细很细 而且有些太硬的我会把它扔掉 而它软的肝就可以保留 因为菜肝有很多沙 所以切完之后也要再洗浸多一会 因为你不想一会喝汤会有沙 所以加少许耐性 多一点功夫 洗干净就更加好了 菜肝有清热云肺和胃滑腸的功效 可以清醋热 菜肝曬干之前是白菜 所以它有清热利料 除凡醋的功效 还可以舒缓便秘的功效 现在画面看到我将毛花果剪开一半 待煲的时候一口汤就更加清甜 毛花果都有潤肺止咳 清热云肠 咳喘 喉咙痛 便秘痴瘡食都很好 现在我们将所有材料加上室温水开始煲 之前那些果皮浸软了水 我通常倒掉 但有朋友说 你留回去放入煲汤会更加好的 所以你浸完果皮的水 倒入煲汤会更加好 果皮一定要刮烂 否刮就会比较湿 果皮最好是室温水开始下 否刮就会新风 室温水大火煲 煲到滚后 继续大火煲15分钟 盖盖转小火煲35分钟 用这35分钟的时间就预备这个杏汁了 蓝不肯和白米要浸了2个小时 放入煲汁加1000毫升水 今次的份量我加1000毫升水 搅拌均匀 隔了渣便会变了杏汁了 这个杏汁制作过程 除了用来做杏汁猪肺汤之外 你也可以用来煮蛋白杏人露 也是这样做法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小火煲35分钟 转大火就可以加入杏汁了 因为这个汤也有鸡脚和排骨头 所以会比较多油 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些工具 拌起面头的油 一口汤就很清 滚了之后我们立即转小火 盖盖 煮多15分钟就完成了 这个汤制作功夫比较多一点 但煮只需要一点多一点就完成了 还有当你喝到一口汤之后 之前做多少功夫呢 就感觉也是值得的了 希望你来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订阅我的免费频道 下次见 拜拜